某毛狂欢夜官宣释出的名单中看到了周深 所以马上又可以看到周深的舞台 听到他美妙的歌声了 更令人惊喜的是通过官宣 我竟然发现了周深住址 金嗓子大街0929号 还有深深的名字叫人间百灵鸟 啊官方真的是有心了 近几年周深完全可以称之为晚会达人了 从央视舞台到地方卫视 再到各大其他平台 好像只要是晚会就会有周深 去年双十一狂欢夜 周深一首极乐净土的唱调 还记忆犹新 至今人是网友心目中难以超越的存在 深深在一群dancer里面 像一个小精灵一般欢快地舞动着 整个场景非常的动漫风 周深就像是会动的大型手办 但是手办没有他灵动 没有他可爱 后来深深还发博表示很委屈 说自己以为的帅气和突破没有得到认可 大家只是觉得他可爱 全程唱跳 全开麦 用手麦 双语快速咬字 作为没有唱跳功底的歌手 做到全程气息衔接 音高音准 高质量完成 还能中途加一段高音吟唱 属实不易 今年的双十一晚会 不知道周深会献上深深神曲 反正我已经准备好在歌单上 再加一首甚至几首无限循环的歌曲了 周深今年的晚会类舞台参加了很多 但综艺节目明显减少了 虽然综艺节目的你邀嘉宾中都有周深 但周深参加的常驻综艺几乎没有 个人猜测可能是在准备第二张专辑 作为一个喜欢听周深唱歌的人来说 真的希望他的第二张专辑能早日到来 前段时间看到周深录制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 就在想他的第二张专辑是不是接近尾声 所以才有时间来录制综艺节目啊 这次周深参加双十一晚会 应该又能看到周深的高质量舞台 听到几首好听循环的歌曲了 只是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跳舞 有人说周深是娱乐圈爽文男主 如今舞台上的他 朝朝灰日月暖暖内寒光 周深是新生代的顶尖实力歌手 两年来人气非常高 发歌上晚会的频率也很高 说白点就是业务太繁忙了 而青春环游记这类综艺 录制需要很多时间 两相取舍自然无法再继续参加第三季节目 况且另一档医学综艺观察类节目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 已经官宣周深再次加盟 从上一季可以看出 京剧平处的周深作为嘉宾很放松 或许这档节目不同于青游三 并不需要大量的集中录制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时间安排 繁忙的周深自然更容易协调 此外周深还从年初开始就立了一个flag 今年内把个人第二张音乐专辑搞出来 前段时间在某个采访中 周深亲自爆料 他的新专辑已经完成了六首歌曲 还有几首正在改词 按照一张专辑十首左右来看 大家今年内看到周深二专上市的希望 还是有的 因而在此关键时期 无论是录制OST歌曲 还是二专歌曲 抑或参加晚会以及综艺 令人心动的offer三 时间行程绝对是满满荡荡 如此紧密的行程 犹如时间大师在管理 一直让粉丝揪心不已 多种场合不断提醒周深 注意休息 劳逸结合 令人心动的offer三 正式官宣了本季的嘉宾阵容 本季的嘉宾们也纷纷发布微博官宣 一时间毫不热闹 周深是offer的老朋友了 此前就参加过节目的录制 这一季以医学生为背景的offer 其实请来周深也有考量 周深原本是牙医专业 后来因为无法放下对音乐的热爱 以及边学外语 边翻译医学资料太过辛苦 毅然决然转了专业 慢慢的成为了一名专业歌手 与周深有相似经历的 还有本季加盟的毛不易 毛不易是护理专业的 当过护士 有过在医院工作的经验 后来也是起医从月了 与周深两人堪称是医学转专业的代表 有网友曾调侃 难道请周深和毛不易来 就是为了告诉医学生们 不行就转专业吧 值得一提的是 本季offer海报上的文字是毛不易写的 没想到毛不易创作能力这么强 连写字也这么好看 在他和李雪芹 以及他的狗的新综艺毛雪汪里边 毛不易自爆 这首好字其实是当时上学的时候 花钱学来的 如今看来真的是没白花钱 还有就是主持人孟飞 这也是很多人出乎意料的 因为前两季的固定MC 是何炅和萨贝宁 本来本季节目 何炅也是要录制的 结果突然就换成孟飞了 换人的原因 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们的猜测 难道是和快乐大本营 以及何炅本人尽端缠身的新闻有关吗 虽然看不到何炅和萨贝宁的双北合体了 不过孟飞也是非常厉害的主持人 相信有他在 也能完美控场 输出很多独特的观点 刚刚结束披荆斩棘的哥哥 总决赛录制的胡海泉 也加盟了这一集的offer 其实胡海泉也是个十分有才华的人 不仅有歌曲的创作能力 同时也很有商业头脑和管理能力 自己有很多副业 他的到来 也能从不同的角度输出不一样的观点 素有毒蛇之称的伊丽静 这次不讲脱口秀 改到offer来灵魂拷问了 其实看似毒蛇 只是伊丽静的一种风格 他有许多问题 是很犀利的 很直戳人心的 抛开了虚伪的那一套 直接将一切都坦坦荡荡的 展现在眼前 要说本期offer最大的惊喜 那就是陶勇医生了 很多网友表示 光是看到陶勇医生的名字 都想哭 这位牙科医生的事迹 感动了太多的人 也让无数人为他感到惋惜 但是陶勇医生一直非常乐观 即便不能做精细的眼科手术 但他还是能看诊 在其他方面 贡献自己的力量 陶勇医生本来就是专业的医生 这一季又是医学生季 所以请他来 是完全的专业对口 他也能从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出发 帮助观众们更加理解 医生这个行业的辛苦 让医学生们也少走弯路 网上有一句戏言 说劝人学医 天打雷劈 其实是因为 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真的太不容易了 且不说砖头后的书籍 背了一本又一本 光是心理素质 就需要格外强大 除了专业上 需要不断学习提升能力之外 还要面临不可知的医患关系 本期的offer 实在太令人期待了 大家做好准备 一起收看了吗